夏季来临,应该家家种上一盆薄荷 在让人困乏的炎炎夏里 来一杯自制的薄荷清凉乳 清热解暑,醒冷,清新,明目,神清,气爽 薄荷还能够治疗流行性感冒,皮肤烧痒等 现在我们用薄荷来制作一杯属于自己的清凉饮品吧 先摘取20片薄荷叶 将新鲜薄荷叶反如清洗干净 去掉梗 将清洗干净去梗的薄荷叶放入食物调理机 加入400毫升凉白开或凉的饮用水 打到直到光滑细致没有大颗粒为止 再加入五小勺蜂蜜混云 在此基础上可自由发挥 比如加入几片柠檬 我先前制制了柠檬蜂蜜茶 所以我现在加上一勺柠檬蜂蜜汁和两片柠檬 混云 薄荷柠檬汁就做好了 薄荷 柠檬 饮品的用料 薄荷叶20片 柠檬两片 蜂蜜五勺 柠檬 柠檬薄蜂蜜水一勺 混匀 在此基础上 你也可以加入西瓜汁或牛奶冰沙 做好后放冰箱冷藏 想喝的时候拿出来喝一口 酸甜清凉爽口 全无添加剂 美味且健康 因为薄荷含有薄荷醇因子 新鲜薄荷含丰富 维生素A甲钙 适量饮用薄荷 可帮助你消水肿 去属食 能给人清凉镇定消暑的感受 具有消炎症痛 滋养解毒和疏散风热的作用 同时能兴奋大脑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温馨提示 薄荷性凉 怀孕的仙女们不宜过大使用哦 而且因其具有提神血脑的作用 所以小伙伴晚上 就不要我两人用布和银皮啦 谢谢你的观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